项目编号 SCP-063世界上最好的牙刷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63一直都被安放在国市位于Side-19的个人专区的私人浴室里 它每24小时至少要被使用一次 否则它将放出一种未知的特殊射线 这种射线能够使半径0.6米范围内的物体或材料缓慢扭曲并最终化为灰烬 此射线对生命体的影响还未被实验监测 描述 SCP-063的外表是一把普通的淡蓝色牙刷 牙刷眼一侧写着The World's Best Toothbrush原文 很显然 这个词Toothbrush被拼写错了 至于这是一个无心之过还是创造者有意为之已经无从考究了 SCP-063有一种能够毫不费力地穿透任何一切以死亡的物体或无机物的能力 此能力集中于它的刷毛上 竖籍刷毛的物体不会像被刀划过的物体一样被切裂 而是完全消失 不留任何痕迹 此种模式让人联想到SCP-2207 表明俩异常的共同连接或由相同实体们所造 此外 有使用SCP-063经验的实验体都反映它们的牙齿明显洁白了 尽管SCP-063有这些非凡的能力 可是经过试验分析它却是由普通塑料制成的 附录SCP-063最初在圣彼得堡被发现于一名来自 正用其能力打开保险柜的小偷身上 每当被问到关于SCP-063的事情 对象都表明自己毫无所知 并声称他只是在某一天单纯地发现了SCP-063 对对象的审问一直持续到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止 到目前为止 他自杀的原因仍未明了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63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